2001年5月,河南省登峰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,进来了一个有派头的富商,他掏出几款厚厚的钞票,对37岁的年轻女局长,说我给钱,你放任以后我们交过朋友,少不了你的好处,女局长微微一笑,王松一跺脚,白沙湖白浪翻了。 那是2000年4月,45岁的河南富商王松,站在烟波浩渺的白沙湖岸边,他双手背后,西装衬衣在身,戴了一副金丝眼镜,雪茄从嘴角斜翘起,在众人的簇拥中,一派僻逆天下的镜头,满脸春风得意,眼前的开阔水域上,停泊着一艘三层楼高,40米长20米宽的红色巨船, 这是他花了800万件的红白双臂之衣,名副歧视的肖金窟,外观豪华不说,内部陈设更是秒杀五星级宾馆,高级客房餐厅舞厅,一应俱全,各种娱乐,涉皇设施,应有尽有。 更有一众艳粉女郎,正在培训等待开业那天隆重上岗,在众人的恭维声中,王松坚信,自己已经坐稳了白沙糊涂皇帝的宝座,管得商政两届,谁都得给自己几分薄面。 两个月后,白传也如期竣工,正式对外营业,一时间大把大把钞票,像流水一样进入王松的腰包里。 然而,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底,王松手下的小弟,给他传来消息大哥,又有人想搞你,说是要去北京上访。 王松眉头,都不皱一下,一百手,气定神弦地吐出一个烟圈,告为杀人我都能摆平,还怕个上访的不成。 他能这么泰然自若,是有资本的毕竟。 王松可是河南郑州登峰,富如皆知的企业家,还是登峰市政协委员。 1998年底,王松就在省工商居住,策成立了河南松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,总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。 他本人出任董事长4000万,放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笔巨款,更别说1998年了,除了松丰集团, 王松手下,还有棒湖,而建的避暑山庄,两艘共耗资于千万的豪华大船。 水产公司,各种工厂和矿产,包括那20多平方公里的白沙湖,也全是他的,别人多看一眼都不行,风景秀美的白沙湖水库,成为王松的私产。 王松大企业家的声名在外,许多人都蒙在鼓里,以为他,真的只是个运气好头脑好,生意做得成功的普通富商,只有登峰菜沟村人才知道,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 提到王松的名字,村民们各个脸色大变,又恨又气又没办法,拖一口唾沫都要背着人,他哪里是什么企业家,明明就是一个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头子,避暑山庄也好,红白二船也好,都不是正经营商。 先说避暑山庄外观,看起来仙气飘飘,像模像样,稍微往里走一点,景象简直不堪入目,最出名的鸳鸯玉池,其实就是不分男女的混合玉池,一旦有贵客,要招待。 王松,就会安排从各地网罗来的火辣女人,引着客人下进浴池,赤裸相见,干柴烈火,体会一把唐明黄杨贵妃,华清池公寓的奢侈,这样一来,和贵客谈生意谈合作,不是手拿把掐,轻轻松松,要是说避暑山庄,好歹还藏着掖着,那红船就是彻头彻尾的水上妓院,明码标价的那种红船。 虽然年代久远,但仍然能一窥当时的豪华,夏季房间每晚160元,淡季100元,陪业要外加300元,所有三培小姐,都由避暑山庄的桑拿部提供,要知道,在2000年那会儿,河南郑州人均可支配月收入,只有450元。 在这里住一晚上加上服务,抵得上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了,不过,对于普通人来说,高昂的消费,在出入红船的达官显贵眼中,根本算不上什么。 红船上的疲乳生意,甚至火包道,一个小姐,一晚上要接连服饰好几个贵客,刚哄完这个大富翩翩的富商,又要披上衣服,马不停蹄地去另一个房间。 招呼另一个浴火难耐的高官,红船的卖银生意,在王松积累资本笼络人心的过程中,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 但要说赚钱,这方面还得看白船,白船是王松亲力打造的一栋赌场,只有晚上才开张,所有顾客提前预约,快艇接送。 到岸后,王松手下亲自叫车,一条龙服务到位,十读九输,输的是赌徒。 赢的可不就是赌场老板,靠着见不得光的赌场生意,王松赚得盆满钵满。 第一次开张,就赚了十几万的分红之后,几个月更是大捞特捞,短短五个月就又拿到了三十万的分红,避暑山庄红船白船三线运营。 王松的资产雄厚到什么程度,不用多说,懂得都懂,这些违法生意,没有黑社会罩着,怎么可能做得下去? 巧了王松,自己就是黑社会扛把子,手下乌泱泱一大票小弟,紧棍匕首砍刀样样不缺,甚至还有配备枪支与汽车的巡逻队。 短短五年,他就从一个其貌不扬的农村痞子,摇身一变成了千万富翁,看看这些产业就知道。 王松发家致富的路子,全是从刑法上找来的,正因如此,他才敢对村民上访的行为嗤之以鼻,但他根本不会料到,这次上访,就是自己覆灭的开端。 王松更没想到的是,他此生最大克星,一位刚刚上任的年轻女公安局长,已经盯上了他。 王松发起的开端,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,他是河南登峰宣化镇菜沟村人,家就在白沙湖畔旁边,这个矮小还瞎立只眼的男人,脑子非常灵光,赶上了采矿潮,靠着开采的一座小型煤矿,大捞一笔。 那时王松赚的钱还是干净的,但财富的快速累积,让他的自信心也跟着膨胀,变成了野心。 1995年底,王松斥资百万,在菜沟村建了个铸造厂,生产水管。 结果因为产品不合格,满心期待的发大财落空,工厂开了三个月,宣告倒闭。 失败后,王松改变主意,靠勤劳致富太难了,想报复就得走邪道。 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,从登峰市水利局水产公司,承包了白沙湖,然后下血本,投了一百多万元养殖鱼虾。 你以为他要靠贩卖水产获利?不,老片门发大财的人一定是剑走偏锋的。 他要赚的,不是什么辛苦钱,而是将白沙湖,彻底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。 利用周围居民对白沙湖的依赖,狠狠压榨他们。 王松变得野心勃勃,等自己的淫威足够大,可以牢牢控制整个村子,乃至镇子之后,所有资源和财富,就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。 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,承包合同一拿到手,王松就建起了水产公司,然后四处网罗行满释放的无业。 人员和地痞流氓纳入麾下,组建成水上巡逻队,名义上是保护白沙湖水库,其实就是流氓团伙威胁村民收保护费的。 在王松的大力张罗之下,巡逻队出具规模,光是骨干成员就有四十多个,包括亲兄弟和同族亲戚,手下的小喽啰更是不计其数。 在组建巡逻队的同时,王松还不惜愚尊将贵,把时任镇工业办主任曲台杰,请到自己公司。 当自己的军师,1996年2月,王松清定了第一任水产公司经理,张朝锋至此。 王松势力网的核心部分搭建完成,水产公司成立后,王松给手下全员开了个会,看着自己的心腹们,他先是煞有结实地说了几句狠话,然后环顾四周,拍拍胸脯巡逻队成立了。 大家好好干,我是讲良心的人,不会亏待大家的。 底下的地痞流氓一听这话,各顶各地激动,大声嚷嚷,你让我们怎么干,我们就怎么干。 王松微微一笑,大家放开胆子干,出事算我的,有了顶头老大打包票,巡逻队简直横行相比,毫无顾忌,甚至敢直接开枪杀人。 1996年4月29日下午,王松的心腹大义永强两人,穿着假冒警服,背着五连发力枪,驾驶110巡逻艇,在白沙湖上飙传,引擎声一响。 湖边的村民,顿时坐鸟受散声怕被抓到,两个流氓一眼,瞅准落在最后的两个人,他们背着鱼篓,跑动不灵便。 张战一二话不说,先是对天明枪,紧接着,枪口对准二人就绪,一下砰。 猎枪的巨响凭空炸开,两个村民,一个扑倒在地,另一个侥幸逃跑。 张战一二人上前一看,顿时头皮发麻,本想吓唬一下,没料到人,竟然死了。 慌张的二人,立刻去找王松汇报情况,王松大手一挥,一人一千块路费,去外面避避风头,又甩给公司经理张超封五千块,让他也出去躲躲。 毕竟是水产公司法人代表,难辞其咎,外逃的张超封越想越慌,最后去自首了,但是他很聪明,只说案情,丝毫没有提及老大王松,所以才蹲了一个月的看守所,就被王松坡关系弄了出来,至于杀了人的大意。 虽然在外面东躲西藏,但为了稳住他,王松每个月都给他家里打钱,笼络人心,无非就是靠钱或者暴力,安危并失,效果最好。 有了这么一个先例,巡逻队更肆无忌惮,肆意敲诈勒索村民,是家常便饭,稍有不满,就把人拉到私舍的公堂里,一顿毒打,打不死算运气好,打死了就随便赔点钱。 短短四年时间,原本凭靖祥和的白沙湖,被王松和他的巡捕队,硬生生绞成一滩能淹死人的浑水。 难道百姓们没想过反抗吗?怎么可能,不是不反抗,是批负汉术,倘比当车,纯属自不量力,有钱有势的王松,背后怎么可能没有保护伞? 他自个就是政协委员,军师娶太节也有公职在身。 另外,各种七七八八大小银行的行长副行长,更是多得数不清了,村民们怕,所以一直忍耐。 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,第一个飞出白沙湖的出头鸟,是王中央。 王中央十年五十七岁,和王松是同村人,他的独生子,被巡逻队的人捅了两刀,虽然命保住了,但是终身残疾,未来一片暗淡。 王松派人上门谈赔偿要六万,没给值得两万,王中央也收下了,这钱必须收,收了,才能让王松这伙人对自己放松警惕。 而且没有这两万块,他也没有进京告一庄的资本,拿到钱之后,王中央秘密联系了,其他几个受害人家属,联合写了告状材料,然后兵分两路。 王中央打头阵,分批上交告状材料,这样一来,就算王中央栽了,第二梯队还保留了有声力量,计划已敲定。 王中央就带着两个乡亲,揣着钱和材料,坐上了去北京的车,到北京的第一天,他们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。 问路人国务院,再哪也只能得到不解又嫌弃的眼神。 好在王中央,还记着中南海这么个地名,一番折腾,居然真的在中南海附近,找了间宾馆住下,在酒店服务人员的帮助下。 三人,总算是拿到了公安部信访办的地址,一路摸索沟通,将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材料交了上去,从信访办出来,王中央的怀里,多了一封给河南省公安厅的信,这是工作人员让他转交的。 回到登峰后,王中央时不时就往郑州跑,为的就是看一眼省厅有没有回复。 一次例行的郑州之旅中,王中央在招待所的电视上,看到了一个消息,郑州市公安局设有打黑除恶的机构,第二天一大早,他就跑去了郑州市公安局,不巧的是,当天局长出差去了,但是局里的警员给他引荐了另一个人,登峰市亲派来一个女局长。 可厉害了,您可以去问问,这句话落地的那一刻,王中央、王松,以及白沙湖,千千万万村民们的命运齿轮开始转,动王中央去了登峰市公安局,看到了传说中的女局长,他去了眼,面前女局长年轻的脸又披了眼,办公桌上,任长霞的新名牌默不作声,这么个年轻的女警察,能是老游子王松的对手。 他不相信,所以,面对任长霞耐心地询问,王中央只是搓搓一百,告诉他哦,回去给你写出书面材料吧。 任长霞目送老人的背影,离开办公室,眼神锐利起来,眼前的笔记本上,王松的名字被用红笔圈出,利透纸背。 此刻,还在白沙湖左拥右抱好不快活的王松,并不知道,任长霞上任后放的第一把火,少的就是他,要抓到王松,并没有那么容易。 多年以来的违法营圣,能做得风生水起。 跟他极强的反侦查意识,也密不可分,更何况,王松还有保护伞,还有盘根错节的地方,势力。 强龙南压地头蛇,可不是一句玩笑话。 在街道王中央等群众的举报之后,河南省公安厅当机立断,严查严办,给群众一个交代,打头阵的任务,落到了刚刚破获129特大系列抢劫银行案的郑州市公安局身上,他们经验丰富,清楚如何对付狡猾的对手。 2001年3月的一个深夜,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明清,亲自带队,长驱直入白沙湖,一路上不开灯不鸣笛,甚至没有通知登峰市公安局打配合,就为了打王松一个措手不及。 当白沙湖上,王松设置的港哨发现部队时,已经晚了,两路防暴队一条入水,一条遁地,将避暑山庄里,还在翻云覆雨的嫖客和小姐,一网打尽,嫖客里。 甚至还有当地政府的公职人员,这也侧面反映了保密工作的成功。 然而,王松的眼线实在是太多,等警方赶到红白船日常活动的水域时,两艘庞然大物,已经不见踪影。 原来,王松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,就安排二船离开,船上的人也在白沙湖附近,玉翠山的出口处下船,改成快艇逃之夭夭。 这一次抓到的一众喽啰里,混入了两个重要人物,王松的弟弟王军,和水产公司经理张朝峰。 既然要钓王松,这条大鱼,那么,鱼儿必不可少。 这两人正好可以当儿,知道两个心腹被抓了之后,王松并不在意,毕竟以前这种事情也不少。 最后都是花点钱,捞人就没事了。 这次王松花了一万元,轻轻松松将二人保释出来。 他压根不知道,这是警方为他量身定制的局中局,而王松的命定克星人长霞。 毅然把目光从群众的举报文件中,转移到白沙湖畔。 任长霞是郑州市公安局前任,技术侦察支队队长,因为工作经验丰富,办案成果累累,因此被调至登峰市公安局担任局长。 他手里破户过书籍大案要让人送出好,任清田,到任后,他就立刻根据上级指示,成立了大黑板。 丰富的打黑经验,让人局长意识到,群众的举报绝非个案。 白沙湖极有可能存在一个,以王松为首,规模庞大,历史已久的黑社会团体。 2001年4月26日,登峰市公安局将白沙湖定位打黑重点单位,4月28日接上级指示,登峰市局对此案要高度重视,彻底打掉这个团伙,挖出后台和保护伞。 为了确保围剿白沙湖计划能顺,立实施任长霞和居里的同事,锦罗密鼓开了好几次会,他明白。 现在需要王松再次露出马脚,为警方的后续行动,提供一个突破口。 这种事迹不得,毕竟经过先前的抓捕,任长霞并不清楚,王松会不会提高警惕,暂时折服。 如果这样,那想要采取进一步行动,就很困难了。 但横行霸道惯了的王松,哪会在乎那一点小小的损失,就在任长霞接到上级指示的第二天。 4月29日,王松的巡捕队,再次殴打绑架村民,一接到群众报案。 任长霞局长一声令下,直接带着50多个民警,神兵天将王松的水产公司,当场抓获五名大手。 这还只是将王松和他的小弟们,一网打尽的开胃菜,总是抓小鱼小虾,一方面浪费精英警力,另一方面,容易引起王松的警惕。 因此,任长霞决定,先引蛇出洞,再瓮中捉鳖,直击擒贼先擒王,他已被抓到五个打手为诱饵。 派人放出风声,要人可以直接去找新来的局长谭,在登峰这个地盘上, 不跟公安局长套上关系,以后许多事情都很麻烦,和黑社会长期打交道的人,长下清除保护伞,主动伸出橄榄枝。 王松这种人今没有不接的道理。 果然,五月一日得了消息的王松,当即揣着一大多人民币,大摇大摆地走进任长霞的办公室。 他皮笑若不笑地跟任长霞打了个招呼,满眼都是,对这个三十七岁年轻女局长的不屑,紧接着屁股一沉,就开始提要求。 总结下来,就是一句话,我给钱。 你放任以后我们交个朋友,少不了你的好处。 任长霞没有打断。 他而是耐心听完。 接着微微一笑我介绍你认识一个人,你跟他谈一下更合适。 王松煞有介石的点头,介绍熟人,打通关节,这个我明白,下一秒。 他就被冲出来的男人反扣双臂摁倒在地,被戴上手铐的前一刻,王松还不明白。 这一次,为什么和以往不一样了? 一招制服王松的男人叫张艳阳,是郑州时局派来协助任长霞工作的,打黑小组组长。 将王松考起来后,张艳阳打心眼里佩服任长霞,这样缜密的心思和无懈可击的手段。 难怪伤人之后,能连续破或极其大案,还把陈渊多年的旧案也昭雪了。 任青天名不虚传,王松被抓的消息,迅速传回白沙湖,第一个跑来求证的是王中央。 就在4月30日,王松栽跟头的前一天,王中央才去登峰市公安局,见了任长霞一面。 当事任长霞告诉他,王松手下的五个打手,已经被抓了起来。 你的问题回去等一等吧,会有结果的。 当时王中央还不以为意,以为跟之前一样,抓了人又被王松赎回去。 最后遭殃的还是报警的村民,谁知道才过了一天,王松就被抓了。 这团盘踞在白沙湖上方长达五年,让无辜的村民们,日日夜夜生活在痛苦和恐惧里的阴影,就这么没了。 任长霞耐心地告诉王中央,王松确实已经被抓了,您和乡亲们就放心吧。 王中央从街带尸的椅子上站起身,眉头紧簇,嘴巴一张一合,半天憋不出一个字。 梁九又坐了回去,崇重叹了一口气。 我不放心啊。 任长霞有些困惑地问,人已经关在我这了。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? 王中央的手掌在库管上反复摩擦,他只要还在登峰,我就放心不了。 任长霞笑了,给老人家倒了一杯水。 您放心,这次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 接下来,省公安厅和郑州市公安局领导,直接坐镇指挥,任长霞和郑州市局打黑刑警密切合作。 迅速抓获王松黑社会集团成员25人,这25个人可都是实打实的核心成员。 然而,还是有19个消息灵通的与党溜之大吉,包括故意杀人的大义王松的军师老婆,清帝党,被抓的是心腹。 那么再逃的就是嫡系部队了。 面对这些逃跑的,任长霞采取的计策,是先攻心右将,再全力追缴。 他带着手下民警,深入到乡村,和涉案人员家属中进行调查,在小之以礼,动之以情。 这样一来,又有数名载逃人员,在家人陪同下,到公安局投案自首。 这招兵不屑刃,将战线大大拉短,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经此一役,剩下的硬骨头,就是最难啃的了。 第一个落网的,是背负凶暗的大义,本名张战义。 他带着妻儿跑路后,一路北上,居然逃到了青岛。 任长霞当机立断,派出中岳派出所的蔡副所长,和两位干警远赴青岛抓人。 三位干警,先是从和他打过交道的,一个盗窃犯那里,要到了张战义租赁房子的草图,包括房屋周围的建筑马路特点。 然后马不停蹄地来到青岛,开始大海捞针,排查完张战义可能打过工的场租无果。 三人又开始查长住户口,和赞住户口,最终找到了张战义的同乡。 此人在一家抽,油烟机场打过工,时有八九认识张战义。 然而,到了工厂附近,干警们失望地发现,这家工厂早就倒闭了,原址成了一片废墟,即将重建。 线索又断了,这该如何是好? 几个人准备离去前,蔡福所长,站在抽烟机场的旧址上,四处张望,突然眼睛一亮,前面有一条土路,镜头是座村子。 和那个犯人花的草图一模一样,三人重振精神,赶到村子里一查,果然查到了张战义的踪迹。 5月16日晚上9点,刚刚做工回家的张战义,被蹲守已久的警方,抓了个正着,面对全副武装的警察,化名张怀生的他,老老实实戴上手铐,将年幼的儿子,托付给亲戚后,上了警车。 之后的两个月里,白沙胡黑社会团体剩下的人,也陆续落网,有穿着大裤衩,在睡梦中被抓得打手,头头是老二。 在屋里脱摸看书,被摁住的张朝锋,还有王松青弟弟王根的尸体。 这个王根,一开始跟着大嫂卢星英,东躲西藏,身上纷纹没有,全靠大嫂给钱。 有一天,他想回到登峰探听风声,伸手向卢星英要一点路费,卢星英一毛不拔,又气又窝囊的王根,只能搭乘火车,几经周折,趁深夜逃回登峰。 暂时栖身在白沙湖边的云翠山上,没钱那就只能过野人如毛,饮血吃野果的生活了,如今的落魄。 和从前的风光形成鲜明对比,让王根对哥哥和嫂子恨之入骨。 他将自己现在的境遇,全部归结到这对夫妻的身上,然后掏出偷来的纸笔,开始写绝命书,是汪松卢星英把我逼死的。 公安局抓到我,最少也判到二十,年我只有一死了之,请活着的人以我为鉴,也望我儿子好好读书,长大后遵守国法,不要重蹈我的覆辙。 最终他在夜深人静之时,摸索到菜沟村村头的歪脖子树下,将绝命书放在脚底,上吊自杀了。 王根有勇气去死,却没有勇气为自己的错误,付出应得的代价,多么可恨可悲。 8月2日,承受不住压力的卢星英投案自首,8月16日白沙湖,黑社会团体的最后一个核心成员,师爷取太杰投案自首,至此,抓捕王松黑社会集团成员的战斗,权限告捷,等待他们的。 是法律的严惩,2001年9月6日,王松,黑社会犯罪集团涉案成员的公布大会,在登峰市松山广场举行,能容纳数万人的广场,被从各地赶来的受害者及其家属,围得严严实实,所有人都昂着头,眼含热泪,看着广场中央,那个神情严肃的女人,仍常侠我宣布。 对王松等黑社会集团成员的批捕行动,圆满完成,一时间掌声雷动,叫好连天,乡亲们知道,这次王松是真的在了。 2002年年初,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,结果出炉,被告人王振松,王松本名,恕罪兵法,判处死刑,缓期二年执行,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 张战义和卢新英恕罪并罚,判处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,剩余50名被告人,则根据罪行轻重。 分别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,并处以罚款。 这场历史一年的扫黑大战,不只是任长霞和王松的角逐,更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。 好在与过天,秦之后,以任长霞为代表的正义一方,迎来了最终的胜利。 乌烟瘴气六年有余的白沙湖,也终于拨云渐日,重获光明,王松的倒台,并不意味着打黑行动的结束。 因为在阴暗的角落里,还有无数王松正在欺压百姓,肆虐一方。 但是我们相信,这片大地上的人长霞们,会把正义和幸福,带给所有群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